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根本没有实现 系统性的人权侵犯都一直存在且极为普遍 甚至在境外绑架外国公民 这样的政权竟在去年又一次被选进人权理事会 腐蚀了这个理事会捍卫人权的角色 我敦促各国携手面对中国对国际人权的威胁 Madame Bachelet 我恳请您支持独立的中国NGO和活动人士 帮助受迫害的维吾尔人 藏人 香港人和中国人发声 要求对新疆集中营进行独立调查 不再让人权恶棍逍遥法外